为什么现代物理学理论中会存在那么多的问题?稍微接触过现代物理学的人都会发现,现代物理学理论非常玄乎,以至于连物理学家自己也根本无法从理论上解释这些问题。 更不要说是普通人了,黑洞、白洞、虫洞和什么暗能量、暗质量、上帝粒子等等一些令人非以所思的名词,似乎成了展示当今物理学努力显示自己存在的唯一标记。 无庸置疑,当代物理学遇到了问题,并且是大问题,物理学不仅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逻辑体系,而且在最基本的问题上,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上,在对宇宙其一些最基本的物理事物的认知,甚至存在着重大失误。 首先,我们在对宇宙其一些基本物理事物的认识上存在的巨大偏差是,我们所有的物理理论都是在不了解宇宙的基本结构以及物质、能量的本质、运动属性的前提下建立的。 形而上学的,静态地看待宇宙、物质和能量运动变化,不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,违背了哲学上看待事物的基本立场、观点和方法。 这对作为自然哲学的物理学来说是极不应该的,物理学陷入困境则是必然的。 其次,当今的物理理论,是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建立的,即通过物理实验,对外物进行观察结构,再通过理性逻辑的思维及对事物的认知、体系结构的总结来决定物理理论的。 使用这种方法的结果必然带有局限性,必定会把对局部对象认识得出的结论应用于整体对象的实践活动。 因此,被实践的事物出现整体性运行失调症状,以及引起局部问题层出不穷则是必然的。 这是一种牺牲整体保全局部。 用事物的特殊规律,取代事物一般规律的错误做法,也是致使我们当今的物理理论只是一些局部理论的堆砌,无法构成科学,系统和只有逻辑关系的理论体系。 错误不断,陷入困境的另一个原因。 上述问题造成了物理学理论存在着两个重大错误和一个缺陷。 其一是质量、能量守恒定律是错误的,其二是相对论是相对时空,存在这样一个时空的理论,用于绝对时空是张观里的,因把阳时,为错误失忧。 其三是牛顿第二定律有缺陷,因为它只是反映我们这个先存宇宙,一个巨大层次运动规律的理论,是物质宇宙运动定律在特殊条件下的表达形式, 而不是皆是物质宇宙一般运动规律的定律。 一、物理学在认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,物理学在对物理事物的认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, 一、我们不知道质量、能量之不守恒,二、我们不知道宇宙是一个系统,我们当今所处的宇宙只是宇宙系统其中的一个, 物质宇宙还有另一个与其对立的宇宙,能量宇宙的存在,两个宇宙通过运动相互转换。 三、我们不知道宇宙为质量、能量二元结构组成,质量、能量互为根源,相互对立,此消彼长,相互转换。 四、我们不知道绝对时空、相对时空,是宇宙在不同形态下的不同表现形式,不知道了以物质运动为主体。 做膨胀运动的宇宙对应的是绝对时空,以能量运动为主体,做收缩运动的宇宙对应的是相对时空,两个时空彼此对立,并随着质量、能量的最终转换结果而进行转换。 五、我们不知道物质、能量既存在着形式运动,还存在着本质运动。 形式运动引起物质、能量运动状态的变化,而本质运动造成物质、能量的数量的变化,正是基于这两种性质不同。 但彼此联系并相互影响的运动,决定了物质、能量的运动过程和最终结果,以及宇宙的存在形式。 六、我们不知道宇宙是具有层次结构的,各个层次结构,在遵从宇宙一般规律的情况下,还有着各自的特殊运动规律。 各层次的理论具有专属性,不能相互替代。 七、我们不知道电磁波只是能量,不具有物质性,正是基于对上数七个物理事物的认知缺失,以及用实验结果,决定物理规律和理论的做法。 是使我们构建的物理理论体系,一开始就存在着重大缺陷,是基于人无法发现,并进行完善的根本原因。 二、物理史上用实验结果,决定物理理论分立正级造成的恶、或,应当肯定。 作为物理学研究中,使用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之一的物理实验,不仅为物理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,其实验成果在推动科学实践、科学技术发展上同样上功不可没。 它直接或间接地为我们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,使我们广泛享受了现代物质文明,用目前的物理学,是靠物理实验成果,来支撑,的话来形容都不过分。 但是,我们应当清醒地证实到,物理实验只是宇宙某个所存在过程中的某个层级具体的物理行为,它可以证实或发现某种可能具有一定规律的物理现象存在。 但不能根据实验结果,就决定使其成为定律或理论,因为物理规律是客观存在,不依赖于我们是否进行了物理实验,以及是否取得了物理实验结果。 在与物理规律、物理理论的关系上,物理实验永远只能是证人和现人的身份。 在我们已认知的物理规律和物理理论范畴,物理实验的责任,就是根据实验结果回答,是或不是,有或没有,存在或不存在的证人。 即使物理实验结果发现了新的物理现象或规律,它也只能作为现人,为规纳物理规律,构建物理理论提供线索。 其初,可能是,可能有,可能存在的建议,即使物理实验取得了确凿的正确结果,充其量那也只是发现了某一个层级的运动规律。 依据其结果构建的理论,只能在其实验所在的层级使用,而不能再未搞清楚事物结构层次的前提下来哟。 否则,就是用局部的特殊规律,取代了事物的一般规律,以目带领,造成理论上的混乱。 然而,我们却在这个问题上已犯错误,至今尚未认识。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,看看物理史上几个用实验决定理论的设立,以及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吧。 一、物质不灭定律 众所周知,物质不灭定律是1756年,俄国化学家罗蒙诺索夫,把锡放在密地的容器里断烧,锡发生变化,生成白色的氧化锡。 但容器和容器里的物质的总质量,在断烧前后并没有发生变化。 经过反复的实验,都得到同样的结果。 于是他认为在化学变化,中物质的质量是守恒的。 此后,法国的化学家朗瓦西,德国化学家朗巴尔特,英国化学家曼莱做了同样的实验,也得到同样的结论。 于是这一定律获得公认,成为宇宙的三大定律之首。 实验结果无庸置疑,重要一页也可标柄轻实。 但是,我们应当注意,这可只是个化学实验。 这里我们姑且不谈化学过程和物理运动性质的不同,也不谈实验的时间尺度。 这个实验结果冲击量也只能证明,物质不灭定律在构成宇宙结构的化学变化的层级成立。 是一个过程定律,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成立。 而宇宙的决定运动是物理运动,用一个化学实验结果,作为研究物理运动的理论基础,出现错误是必然的。 这是物理学上,最突出的用实验决定理论,用局部取代全局,用一个层次的特殊规律,取代宇宙一般规律的典型。 其对物理学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,可趁之为现物理学于困境之首额。 事实上,质量不守恒现象,在我们身边屡见不显,比比监视。 我们知道,任何物质都有辐射,这种辐射正是对质量不守恒现象的表述,质量转换成能量。 还有,实验表明,加速器中所有运动粒子的最终结局都是小失,用四发衰变来解释纯粹是牵肠附会,也是无质的表现。 如果质量守恒,为什么加速器中的运动粒子,没有一个能够摆脱消亡的命运? 都自发衰变了吗? 既然守恒,为什么没有一个粒子,站出来证明质量守恒? 事实上,这是质量不守恒的又一个例证,即,粒子犹豫运动,量子态的丢失质量而遵循一定规律消亡了。 再有,所谓的侧不准原理,其原理根本就是错误的。 但其中的动量侧不准恰恰就证明了质量不守恒,因为你不知道质量不守恒,没掌握侧准的尺度,不知道如何测量,当然侧不准,这是从另一个侧面,接受了质量不守恒的例证。 至于在物理实验中,发现的质量不守恒现象,特别是粒子在高速运动状态,使出现质量不守恒的现象更是不胜枚举。 质量守恒,能量守恒定律,是导致物理理论自诞生以来就存在先天不足,以及至今物理理论错误不断,乃至陷入混定的根本原因,同时,它也不符合哲学上对物质形态的认识, 给予证中一切物质形态,只有在运动中才能保持存在。 这里的运动必然也包括物质,能量的本质运动。 二,海森堡测不准原理,所谓的测不准原理,是海森堡通过一些实验在1927年,提出来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是,是想用一个干门射线显微镜,来观察一个电子的坐标, 因为干门射线显微镜的分辨本领,受到波长Lambda的限制,素用光的波长Lambda越短,显微镜的分辨率越高,从而测定电子坐标不确定的程度,Q就越小。 所以,QLambda在另一方面,光照射的电子,可以看成是光亮子和电子的碰撞,波长Lambda越短,光亮子的动量就越大。 所以要,PLambda,经过一番推理计算,海森堡得出,Q,P等于H4π。 海森博写道,在位置被测定了一瞬,即当光子正被电子偏转时,电子的动量发生一个不连续的变化,因此,在确知电子位置的瞬间。 关于它的动量,我们就只能知道,相应于其不连续变化的大小的程度,于是,位置测定了越准确,动量的测定就越不准确。 反之一然,这个解释是在两个不知道的前提下做出的,一是不知道不存在所谓的光亮子。 本文后面将说明,不会产生什么碰撞,而是不知道质量不守恒,电子在运动中会丢失质量,质量具有相对性。 被测量电子的相对质量与其位移有关,电子在位移过程,中间会量子态的丢失质量。 其位移后的质量等于其使位移时的质量减去,其在位移过程中丢失的质量。 你位置测定的越准确,说明你用试越多,此时电子的位移也越大,丢失的质量也越多,和你主观上认为应该测得的动量差距也越大。 不知道这个原因,你当然说测不准了,这虽然是一个设想的物理实验,其实这和目的,仍然是用试验结果决定物理理论。 对于一个物理实验来说,测不准不要紧,你只要为物理规律的发现和理论的研究,机空实验结果的线索就可以了,告诉大家存在着这种物理现象。 或许通过这个线索,我们就能发现质量守恒定律是错误的,从而去纠正它,完善我们的物理理论。 如果这样的做的话,物理学将会绕走多少弯路,我们的物理学也不至于陷入当前如此甘感境界,更不应即尽所能的本事,把它包装成任务的物理理论。 这个所谓的测不准原理,对物理学的危害同样巨大,一是彻底阻断了我们纠正物质不灭定律错误的路径,而是为物理学继续犯错误,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和依据。 即,物理学可以是没有因果关系的理论,物理运动也可以有不确定的结果,因为允许策不准。 如果说物理学从1922年开始进入现代蒙内时代的话,那么到1927年就真正完成了转变,正式进入现代蒙内时代。 三,对光电效应的解释即光的玻璃二相性。 众所周知,光电效应是德国物理学家赫兹1887年,在物理实验中偶然发现的。 1905年阿因斯塔听出光量子教说,用量子论解释了光电效应。 这个解释的简单表述是,当光子照射到物体上时,它的能量可以被物体中的某个电子全部吸收。 电子吸收光子的能量hε后,能量增加,不需要积累能量的过程。 如果电子吸收的能量hε足够大,能够克服脱离原子所需要的能量及电力能量,而可脱离物体表面时的溢出功,或叫做功函数w。 那么电子就可以离开物体表面拖曳出来,成为光电子。 光电效具有顺时性,即几乎在光照到金属时,立即在金属表面移出电子并产生光电流,像应时间不超过10的-9次方秒一纳秒。 这就是光电效应,并辱着这是光能量,不再,余余三量子包的结果。 回顾完这个解释,我们不能不为解释,这的奇妙变数所征服。 这里不说要符合上述解释需要多少巧合,只说电子瞬间出现在金属表面,这个物理现象,所需的最起码条件。 其一,电子必须是高度智能化的,它有反应迅速的为质感应系统和识别系统,它知道哪里是金属表面,而且知道如何能准确地到达那里。 其二,电子必须还具有光线探测系统,能够寻光而至,潇洒复晕,这可能吗? 这种现象恐怕只有在神话故事中能够出现。 正确的解释应当是,当光线照到金属表面上时,由于和震动的结果,使气运动速度为令,由于能量的零速效应,因此而转换成物质粒子、电子,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物理发现吗? 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,由于我们不知道物质,能量二者的关系是极端对立的,捏死活活的,相互替代的,在一定条件下必将进行转化的这个重要的规律。 所以接受了当今所谓的光电效应的荒谬解释,接受这个解释对物理学无疑是灾难性的,等于赋云的光,也就是能量所谓的玻璃二相性。 其结果是,抹杀了质量,能量的对立性本质,混沌了物理理论,把两个对立的,你自我活,相互转快的物理事物,粘合在一起,创造了一个阴阳同体,人鬼同欢,的荒谬物理理论。 从而使我们描述的许多物理事物,都具有了这种特征,以至于根本无法认识什么是质量,什么是能量,什么是宇宙,更别说去寻找它们的起源了。 打个比方,接受这个解释,如同把质量和能量揉碎做成包子线,随后又用相对论做皮包成包子了,这个包子不仅包进去了质量,能量,还包进去了宇宙,包进去了我们所犯一系列错误的证据,更包进去了无数物理学家的智慧,心血,汗水,乃至生命。 当这个解释又被授予诺贝尔讲后,就等于被贴上了真理的标签,并放进了保险柜,还有谁敢再去碰触,倘若说,此前我们还有可能纠正物理学中存在的这些错误的话。 从那以后就彻底忘了,物理学开始进入现代蒙昧时代,物质、能量、宇宙和许许多多的物理事物现在在哪里,真理在哪里,它们都被放在洛贝尔奖保险柜中的那个包子里了。 这又是一个用物理实验结果决定物理理论的例证。 三,相对论是相对时空的理论,用于绝对时空事章惯理,但因法扬施。 众所周知,相对论是爱因斯坦解释,能光电效应,以后登上物理学殿堂的,并与量子力学一起,被作为当今物理理论的支柱。 这个理论也可以说是物理实验决定物理理论的好续效应产物。 相对论之所以能够被承认,不爱顾它正确地解释了水性轨道进洞,引力红衣等一些谦文现象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都是能量运动问题,如果说相对论能正确解释这些问题,也很正常。 因为它的理论是能量运动的相对时空的理论,存在这样一个时空,能够解决我们这个绝对时空存在的能量运动问题,也是可信的。 但是,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,是个以物质运动为主体运动的绝对时空,而绝对时空与相对时空只有极端的对立性,谁火不相容,二者的理论必定也各不相同。 我们已经知道,即使是同一个时空,不同层级的理论都不能相互套用。 更何况是一个对立时空的理论,把相对论作为当代物理学的理论支柱,无异于引证止渴。 这也是相对论为什么在解释质量稍大,速度烧卖物质运动是被论摆住的原因,正是这个理论的错误失用,使物理学走上了不归路。 据个例子,被誉为当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的霍金·毕奇医生,利用相对论寻找终极宇宙,容易母骨而放弃。 他对自己的评价是,一生最大的贡献,是证明了大爆炸,是一个基点和基点存在的必然性,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,所谓的宇宙基点,事实上是一个连一根细菌颠毛都塞不进去的数学模型。 这样的结果对霍金是极不公正的,但这就是利用相对论来研究绝对时空物质运动得出的必然结果。 用这个理论研究物质运动,其结果都是南辕北辙,黑白颠倒,无人能够幸免。 这也是从相对论诞生至今,成千上万物理工作者没有取得研究成果,物理学理论没有取得进展的重要原因和必然结果。 是能方程式正确的,也十分重要,但它只是计算质量与能量相互转换,结束后二者之间数量关系的一个公式。 物理学理论中还存在着一些错误和不足,但相比两错一缺,极利用实验结果决定物理规律和理论的做法。 危害要小得多,也容易纠正得多,只要我们能真正认识和纠正目前物理理论中存在的这些新错误物。 正本清源,阳庆一拙,回归征途,物理学就能走出困境。 再创辉煌,这也是物理学的唯一选择。 四,物理学的出路,只要弄清楚了上述问题,解决了物理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,再的问题,物理学走出困境,踏上新的真诚就不难成形。 只要我们用辩证与整体的思维方式,有联系性,变化性,矛盾性,整体性,综合性的观点去重新认识宇宙,找出宇宙的一般运动规律,所有的这些问题,就能够得到正确的解决。 事实上,中国的太极阴阳理论,以为解决这些问题,提供了最精确的学说和最得当的方法。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,一是彻底摒弃质量,能量守恒定律,二是要相对论回到属于它的那个时空,以及用于解决我们这个物质宇宙的能量运动问题。 三是在补充完善牛顿运动定律的基础上,找出我们这个宇宙系统的一般运动规律,重新建构我们的物理理论体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